大家好,欢迎来到亚美音乐课 昨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学习了《驼龄送战友》这一首歌曲 今天我们继续要来延续战友情 再来一首更真切,更真挚,更深切的一种战友情 那就是《怀念战友》 这一首歌曲是由作曲家雷震邦先生到新疆采风时 有感而发创作的这一首歌曲 同时这一首歌曲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 这一首歌曲主要是讲述了三班长在冰山上手握钢枪 在哨所边界冻死的场景 他在写作这一首歌曲的时候 泪水也紧不住打湿在线谱上 这一个歌曲分为两段 前面这一段主要讲述了自己离开家乡 离开恋人的一种忧伤的情绪 更像是去诉说的感觉 但是到了后面 到了第二段有一个八度大跳 使着一个乐曲推向了高潮 这一段也表达了对逝去战友的一种无限的怀念 和真挚的情感 在最后的时候慢慢渐弱 这首歌结束 这一首歌曲带有新疆风格的一首歌曲 里面也有切分节奏 这是新疆歌曲中新潮带有的一种节奏 另外这一首歌曲也运用了新疆民间的一些乐器 像热瓦普 都塔尔手鼓还加入了小提琴这样的乐器 正使这一首歌曲激情和质朴 下面呢就带着大家 我们先来把这一首歌曲的简朴带大家来唱一下 前面有一个八分音符的空拍 就是空半拍 下面音符下面有两条线 它是16分音符啊 每一个音符唱四分之一拍 也就是说两个16分音符唱半拍 所以空是半拍 ryry是半拍 那他们这一个就组成了一个一拍 soul soul下面有一条线 soul下面有一条线 两个八分音符就组成了一个一拍 好 下面呢我们来唱一下啊 空 ryry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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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前短后长前面两个点 这叫做反复记号 我们看到有反复记号 那就要再反回来 然后再来唱一遍 你看切分节奏这一个地方啊 拉拉到 这一个拉下面16分音符 然后这一个16分音符 两个16分音符就等于一个8分音符啊 然后中间的这一个是8分音符 所以两个8分音符就等于一拍 所以这一个节奏型 我们拍手 它就是大大的大大的 是这样啊 就是大大大一拍 大大大就是大大大 好大家注意这一个啊 大大大大大 好这一个是装饰音 这一个骚是几拍呢 一拍两拍三拍 后面有一个点啊 这一个骚是一拍啊 单独这一个骚是一拍 后面这一个点就代表一拍的一半 那就是他这一个骚 这叫做浮点四分音符 浮点四分音符就唱一拍半 一拍半它这有连线啊 然后加上两拍那就是三拍半 记住要把三拍半 然后唱够 那这两个兜兜呢16分音符 它就唱半拍 然后后面这一个也是打打打 切分节奏打打打打 你看这一个啊 这下面呢有三条线 速度应该很快啊 线越多速度越快 十字越短 你看它的这一个节奏型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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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西拉搜也是啊 下面有三条线 拉西拉搜 西西搜 拉西拉搜搜 好下面我们再往后啊 后面这一个也是前八后十六 好再往后 空 倒倒倒西拉拉 乖倒乖倒西倒拉 乖乖拉拉搜搜 拉发搜 米发发 乖 主线这一句啊 倒拉一拍两拍 它是半拍两拍半 然后这个地方要吸气 马上唱后面的啊 我们再来一下这一句 倒倒倒西 前面有空拍 空 倒倒倒西 我们在唱熟之后 这一个空就去掉 然后后面的这一块 就是进入我们的第二段了啊 进入这一个情绪爆发的状态了 自己占有的 逝去的那种非常感伤 非常激动的那种心情 再往后啊 这一个也是马后要吸气 前面也是 前面空 前八后十六啊 前面空空 搜搜搜搜搜搜搜 发明如你发搜 这一个大家要记着啊 就没有空拍了 马上搜搜搜搜搜搜搜 与这一个区别啊 你看这一个是搜搜搜搜 这一个是搜搜搜搜搜搜 大家要注意这一个区别啊 我们从这儿开始 搜搜搜搜搜搜 尾搜 板 啊必须要饱满啊 必须情绪要出来 刚才我用的是半声唱法小声唱法啊 四拍要脱够 其实这一句呢 大家不管是在唱谱还是在唱歌中 还是要多去唱几面的 因为这一个的 一是所有的音都是比较高 二是呢 这一句呢有很多的切分 有很多的切分节奏 下面呢这一句我们再来一句 注意这一个空的空的这一个空拍 然后这一个空拍十六分音符 我们就等于在这快速吸气就可以了 往后走 然后后面最后一句 然后渐弱 然后最后慢慢的变弱 直到这一首歌曲的结束 下面呢我带大家 我们就再来唱一下歌词 前面的空拍一定要空出来啊 一二 预备开始 天山就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这一个地方我写了一个拖住 这一个需要气息的支撑 在这里呢我多说两句啊 还有朋友呢在问我气息应该怎么去支撑 我除了在之前的视频中呢 有跟大家说过之外呢 然后呢今天我就再给大家再说一遍啊 我在之前的多个视频中呢 有教大家去练习气息 或者是去打嘟或者是去啊 我们去练 甚至包括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 感受到这一个腰肌的这一个力量 都跟大家有分享过 那么今天呢 我再跟大家 我们再来说一下练习气息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说话的方式去练气息 我们去练一个绕口令 出东门过大桥 大桥底下一树枣 拿着杆子去打枣 轻的多红的少 一个枣 两个枣 三个枣 四个枣 五个枣 六个枣 七个枣 八个枣 九个枣 十个枣 这是一个绕口令 要一口气说完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好 那就给我一个赞 两个赞 三个赞 四个赞 五个赞 六个赞 七个赞 八个赞 九个赞 十个赞 十一个赞 十二个赞 十三个赞 十四个赞 十五个赞 十六个赞 十七个赞 十八个赞 对 就按照自己的状况 然后就一直那样说 我说的那 我刚才说的可能有一点多 那下面呢 我们就先 零基础的朋友呢 我们先来练习 这样的一个绕口令 不用说那么多 我们就先一口气 大家我慢一点说 大家可以记下来也好 然后或者是多次重复看也好 首先是 出东门过大桥 大桥底下一树枣 拿着杆子去打枣 青的多 红的少 一个枣 两个枣 三个枣 四个枣 五个枣 六个枣 七个枣 八个枣 九个枣 十个枣 十个枣 九个枣 八个枣 七个枣 六个枣 五个枣 四个枣 三个枣 两个枣 一个枣 这是一个绕口令 要一口气说 完 对 大家就是要练习这一个 刚才我是故意把速度拉慢了 但是正常的话呢 大家就是每天都可以去练习这一个 每天去练习这一个 不仅可以练气息 还可以练我们的嘴皮子 先从满到快 千万不要着急 然后我们练熟了之后就 出东门 过大桥 大桥底下一树枣 拿着猪杆去打枣 青的多 红的少 一个枣 一个枣 两个枣 三个枣 四个枣 五个枣 六个枣 七个枣 八个枣 九个枣 十个枣 十个枣 九个枣 八个枣 七个枣 六个枣 五个枣 四个枣 三个枣 两个枣 一个枣 这是一个绕口令 要一口气说完 对 我们的速度 然后就上来了 同时也锻炼了我们的这个嘴皮子 也锻炼了我们的这一个 嘴部肌肉的这一个活动的力量 大家没事的时候 在家里一定要多去练习一下 在我们练习完这一个之后呢 练习好了之后 在之后的课堂中呢 我会再给大家 然后再出另一个练嘴巴练气息的一个教程 大家一定要先做熟枣 熟枣这样的一个气息练习 好 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一首歌曲的歌词来唱一遍啊 记住啊 在随后你熟枣的时候 在最后快撑不住的时候 然后去掐着腰感受这个腰腹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在唱歌中需要支撑的 最后你快拖不住了 需要支撑的那一个力量 是一样的啊 好 下面 一 二 预备 开始 天山脚下是我看的家乡 当我离开他的时候 好 就可以了 因为很多 你看像很多的歌唱家 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有现场的那种交响乐 一起来伴奏 所以在一些 在整个的肢体上不改变的情况下 一些小变动 根据这一个歌唱家 个人的一个情况 小变动 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 好 下面我们再往后啊 注意空拍 我要多留 和米国依然香甜 其实回来独大还会再想 当我 注意后面这一个 当我有别了这样的时候 好想那些帮发过我 你看大家感受到了吗 其实我的声音没有全部出来 我是用的半声的唱法 但是我里面的腔体是打开着 其实我唱这一个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腰腹 的这一个肌肉群就开始在运作了 我们往后 我再不能看到你 好下面呢 我们就跟着伴奏 一起来唱一遍 听听说 准备 天山脚下 是我 开的家庄 当我离开 它的时候 以後 好像那荷蜜蜜 斷了花燕 我要斷了荷蜜蜜蜜 依然相天 其實回來就當愛還會再想 當我有被描穿的時侯 好像那荷蜜蜜蜜蜜蜜 啊 親愛的這樣 我再不能看到你小愛的聲音 愛的臉孔 愛 親愛的這樣 你也再不能請我嘆氣 請我歌唱